好 继续带你来看到华林县议会消息 那么建设小组一行人呢 27号则是前往日出香榭大道两侧 店家停车以及斜坡的问题 那么召集人林元富以及二招杨华美 先议员张美慧 迪不喜赖 周俊佑都前往现场来会刊 同时也要求县政府的建设处 针对李明的需求来加以改善 华林县日出香榭大道陆续已经完工了 不过里长李明反映的两侧店家停车问题 胁迫造成的意外情势发生 往往成为李明生活上的困扰 为了要了解实际的状况 华林县议会并且组成专案小组 27号前往会刊 了解了里长李明店家 现任福建设处来听取李明的心声 到下雨天的时候 他的变成会失滑 失滑尤其他又有一个胁迫 那造成这个机车转弯的时候 很容易滑倒 刹车的时候滑倒 所以说也建设我们建设处 加强这个地砖 把它弄得更止滑一些 两侧的店家 目前因为施工的问题 两侧有乱停的现象蛮严重的 那也建设交通科 先行入口处 是否来标黄线 那两侧标路边线白线 让最起码可以视觉感 停车停整齐一点 两侧的招牌 也是长短高低不一 有外推的 有圆的 有长的 有方的 那是否可以统一 做设计漂亮的一些广告招牌 这让这个日出香榭大道 更漂亮 更完整 那上面还是蛮多的一些 未施工丸的一些 一些废弃物 一些砖头 砖块 石块 那也建设建设处赶快清掉 车道的部分 倾斜的部分 然后也请建设处在做 一定要做检讨跟改善 还有 然后如果有关于 香榭大道就是行人步道的部分 它其实有很多汽机车停放 那我也特别建议了建设处 来使用科技执法的方式 来做 来做 提醒民众 就是行人徒步区的部分 不可以 车辆不可以行驶上去 那至于做车档的话 其实不太友善 无障碍者 以及长辈 坐轮女的长辈 所以就建议还是 以科技执法的方式来处理 其实都很愿意在这个香榭大道的 这个善后收尾的这件事情上 愿意聆听 那这也很重要 因为当时香榭大道 这样子目前为止 所呈现的这个路面的邪度 容易滑倒 容易摔倒 下雨天容易发生事故 的这个事情 那还有停车的问题 还有这个花台上到底要种树 种花等等 这些民众反复重复提出的意见 都能够来一起研商来研究 那我们希望能够定出这个旗程 比如说包括是不是要科技执法 那要不要让民众可以了解 县府的这个态度 还有跟里长的沟通等等 都能够在最近期能够提出来 那否则一再的会堪 其实对民众来讲也会对于这个 纵使县府愿意持续来做 但是这个公信力相信也是会打折扣的 因为重复反复的去会堪 但是都没有解决的方案提出来 我想民众也会失去信心的 那希望这一次的这个小组的 这个考察之后 在香榭大道的周边的这些问题 那还有我在议会持续关心的老旧程序 就南北向的这些向道的改善 都能够比较有具体的进一步的 一些改善的方式 不然先议会召集的 里面赴二召养华美 先议咱们会表示 他们会持续追踪香榭大道一些相关问题 会依据检视里面们的每一项需求 希望能够积极改善 让香榭大道不再造成大家生活上不方便 这个中文欢迎视频道